大家好 我是YG500周业预测 今天是8月2号 今天我们要来讲解一个虚拟货币 这个虚拟货币的名字也挺特别的啊 叫什么互联网电脑的这个叫虚拟货币啊 他目前的价格是43美元啊 这个是他的代码啊 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啊 呃 这是昨天站的卦 昨天摇的卦 8月1号摇的卦 三地博 二摇洞 啊 伟月 新式日战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虚拟货币 他的今后的价格会怎么样 43美元不低了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条 现在的价格相比还是处于比较低的位置 就这个 币种来说 对于这个币种来说啊 现在的价格 相对来说还是处于比较低的位置 庄稼非常渴望拉升价格 但苦于 心有力 心有余而力不足 不管是规划还是执行方面 在有关机构看来 似乎还不成熟 所以目前 所以目前得不到有关机构方面的认同 这是目前这个虚拟货币的状况 虽然有一个好的规划 但是执行力度不够 所以被有关机构看来 还不够成熟 虽然庄稼有拉升价格的这样的一个愿望 但是心有力 心有余而力不足 拉升价格 不是某一个方面 单一能够成功的 需要多方的合作 你炒一把 我炒一把 你炒一把 我加一把火 这样才能够把价格相互的炒上去 光靠一个方面 是难以成功的 所以需要多方合作 才能够把价格拉升上去 这是第一条 它这个虚拟货币的目前的状况 第二条 持有这个币的人们 虽然人们相信这个币重 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 经济利益 但现在不是时候 因为 因为需要有一个良好的规划的启动 才能够促使价格的回升 目前没有什么利好的消息 对这个虚拟货币来说 没有什么利好的消息 各方面 非常的不成熟 所以说 需要启动有关的规划 才能够促使这个币重 价格的回升 下面条 第三条 从长远来看 这个币重 始终被庄稼所操控 长期的价格 被打压 重蓝 有一时性的大涨 但最终还会被套住 前面三条 是这一个币重 目前的状况 以及今后的 发展趋势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有了以上的一些重上所述 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第一点 什么时候会涨 今年啊 就讲今年啊 什么时候会涨 涨多少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从长远来看 持有这一个币重 持有这一 会怎样 有什么风险吗 两个问题 什么时候 今年 什么时候会涨 涨多少 第二个问题 从长远来看 持有这个币重 会怎样 有什么风险 这是两大问题 我们还是老规矩 付费咨询 付费咨询 有不少的网友啊 加我的微信 进行咨询 他们以为 好像付个三五十块 三十五十之内的 好像就能拿到答案 上次我已经在视频里面 公开的说过价格了 答案 五百元 所有的虚拟货币的答案 五百块 五百元 如果你要想长期的 知道答案的话 请你付六百五十块 六百五 五百元加一百五的 加群费 每天来加我微信的 咨询这样的一个答案的人 有很多 我懒得回答 我再重复一遍 你不要指望这一个答案 是什么三十块 五十块 一百块之类的 一个答案 五百元 你相信的就来买答案 来付费咨询 如果你想长期知道答案的话 六百五十元 请你准备六百五十元 不然你不要来加我的微信 太忙了 忙死了 整天都来回答你们这种无聊的问题 忙死了 六百五十元 五百元是付费的 咨询这一个问题 一百五十元是入群费 加群是一百五 这个多说了没什么多大意思 每天忙的要是来买 咨询的人太多 我懒得回答 同意回答 关于这个互联网电脑 这个价格的今后走向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啊